大家好,This is Jingle Chinese,我是赵老师,美国高中中文班,我的呢是中文的沉浸班,也是AP班,他们第一天会做些什么,这就是我们第一天,题目就是对你的期待,所以首先我们会进行一些自我介绍,然后我们讲一下规则,然后我们会讲一些奖励和惩罚的一些规则,然后我们会讨论一下procedure,就是每天做什么,所以今天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学课堂规则, 所以呢,我可以在上课的时候认真学习,我知道我学会了,因为我可以说出课堂的规则,所以在本节课结束前呢,每一个人都要用中文班的规则做一个一分钟的文化演讲, So, choose one Chinese classroom rule, describe this rule, and explain its significance, you have four minutes to prepare, and you have two minutes to present, So,就是一个AP文化演讲的一个要求,所以我就把它用在了我的课堂上,这你应该是两分钟to present,但是我觉得我学生还说不了那么多,所以一分钟就好了,其实30秒也可以, 好,第一个就是做一个name tent,就是把这个纸对折,就找一张卡纸对折,然后上面中间写名字,然后呢,我让它在左上角写爱好, 右上角写你推荐一个,推荐一本书,一首歌,一个电视剧,一个旅游景点都可以,然后呢,左下角写暑假最有意思的事, 然后呢,右下角呢,可以说一些,我希望老师知道,我希望同学知道的事情,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忙了, 这个呢,就正好是做一个我自己的自我介绍,这样的话,你编做了这个例子,也就相当于做完了这个自我介绍, 比如赵老师的爱好,我喜欢做视频,然后我喜欢看书,那我推荐,我最近刚看的一个电影,就这个电影, 其实如果你推荐中国的电影,当然更好了,但是,其实这个就很难拉近,你和学生的关系, 你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电影,就比你说,我现在觉得风神特别好看,你们一定要看,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风神是什么,对吧,所以呢,你可以,如果你真的想介绍一部好的国产的电影, 你可以介绍一下背景,然后再介绍这个电影,然后你可以说,你暑假做了哪什么,去了哪里, 然后我希望你知道这里是一个,就是我去年班上有八个同学得了AP的四分和五分, 所以呢,我希望他们能够今天,他们今年他们能够突破这个数字, 然后有更多的四分五分同学在我们班诞生, 然后这里,这里就是我在中文一,如果你的学生完全不会中文,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可以做一个name time,中间呢,写名字, 然后呢,why did you choose to learn Chinese, and what do you hope to achieve by learning Chinese,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他的,就是他希望达到的目标, 然后share a myth or interesting fact about Chinese culture, 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他们会说一些关于中国的, 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些事情,有可能是误解,有可能是偏见, 所以这样就可以引发一个cross-culture的communication, What aspect of Chinese culture are you most excited to learn about? 这个就是如果学生说了,比如说我想学火锅,我想学新年什么的, 你可以根据他们的喜好,然后呢,调整你的课堂的活动安排, 所以呢,大家每个人张纸要折纸,然后写下你的介绍, 然后写完了以后你要安静坐好,安静,安静,安静, 这就是我的attention getter,就是安静,所以在我的第一个学期吧, 就这么一个attention getter,我就是希望他们安静, 其他的我都不求,安静,好,然后就是我做这个的时候, 大家跟我一起做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会让他们和四个人分享, 和每个人分享其中的一个角,分享完安静坐好, 然后这时候我会就是让他们自我介绍他们的名字, 分享一个内容,其实这个有很多不一样的用法, 比如说这个介绍完名字,你可以,如果你的班的水平特别好, 你可以直接让他们说,那你的中文名字是怎么说的, 我是木子李,我是工长章,或者我名字的寓意, 这些都可以让学生来分享,至于要根据你学生的水平, 分享完了,我们就进入了我们的Chinese Class Achievement Plan, 我们会介绍四个东西,第一个就是Expectations, 然后就是Policies,然后就是Consequences and Procedures, 我们就会一讲一下,然后第一个就是我对你的期待, 我对你的期待,所以我们班就是三个期待, 第一个就是尊重他人,有责任心,有信心, 其实这三条我会一直一直的说,然后一直一直灌输, 然后这些也会用在他们AP考试的对话里, 比如说有AP的Conversation,有一个就会介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可以就说我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什么的, 你觉得面试要注意什么,你就说我可以要尊重他人, 这些我不会在课上讲,我只是说老师当你就是在给学生一些期待的时候, 也可以硬试一点,这些是可以用在以后的AP考试的话题上的, 然后第一个就是尊重,第二个有责任心,第三个就是有信心, 好,尊重,我会让大家说什么样是尊重的表现, 然后呢,其实在中文班就这几个要说中文, 要把手机放在书包里,然后要去教室外吃东西, 好,其中这个,这个,把手机放在书包里, 你从第一节课就开始灌输这个把字句, 其实呢,学生是不会知道你在用把字句的, 但是你最后当你真正教到把字句的时候, 其实你再放回这些slide,你就跟他们说我一直在用把字句, 其实学生是有这种意识的, 就学生有可能会有这种意识, 所以如果你在中文班,我觉得你可以, 刚开始就把把字句用上, 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一定要教的一个语法点, 而且是非常难掌握的, 然后责任心就是大家说一些啊, 我们说要课前要准备好, 然后呢,要上个听老师啊,回家练习, 然后最后就要有信心, 因为AP真的非常非常难, 所以呢,一定要让学生有信心, 觉得自己能靠过这个考试, 好,然后马上就问学生那三个期待是什么呀,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三个期待都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我们就进入了课堂规则, 我们中文班的课堂规则呢, 课堂规则我们分为上课前, 上课前呢,就是你要准备好你的电脑, 笔记本和练习纸, 然后一定要按sitting char做好, 就是这个座位表, 我在第一年教课的时候就没有准备座位表, 学生进来以后就问我, 老师有sitting char的吗, 我说没有sitting char, 就结果我班就超级的乱, 所以这个sitting char真的是个法宝, 所以不管你是第一年教还是第N年教, 第一次上课一定要做好这个座位表, 这个座位表哪怕你下排以后, 其实好朋友坐在一起了, 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让他们知道, 你要按这个座位表做, 然后我就马上就要问学生了, 好了你觉得这如果是小明的课桌, 那他需要再加点什么呀, 然后就说啊要加电脑, 要有笔, 对, 如果我看到你的课桌是空的, 然后你要做点什么, 然后要准备好这些东西, 然后我就会比如说让同学来扮演, 或者我就会问我现在是小明, 我说老师我可以和我的朋友坐吗, 其实这应该是我可以和朋友坐一起嘛, 我写的就是按他们的这个习惯的表达, 然后你说赵老师会说可以还是不可以呀, 不可以, 因为我们要按座位表做座位, 这个呢买个彩蛋, 其实也没有真的可以和不可以, 我们会在奖励那块接着说电影的这个问题, 好, 在上课中, 上课中呢主要就是责任心, 你要准备好, 你要做这个, 你要做这个, 其实你在说的时候学生肯定就当耳旁风了, 对吧, 但是这些就是具体的规则, 这就是我前几年的坑, 因为你不知道这些需要另成规矩, 所以就是上课时候出现了很多情况, 比如第一个扔垃圾, 你有没有觉得就扔垃圾为什么要放在规则里, 因为学生就有时候上着上着课, 啪站起来就去扔垃圾了, 就你都想象不到, 所以呢, 你就要把这个放在规则里, 好, 上课如果你有垃圾, 好, 第一个你要下课扔, 比如说就是一个什么小纸团, 下课扔, 如果你真的要扔垃圾, 你要举手问老师, 你要举手问我可不可以去扔垃圾, 好, 再说一个语言点, 扔垃圾, 这个垃圾是AP Story Narration的一个高频词, 因为我们有那个就是环境议题嘛, 所以这个垃圾这个词一定要让学生掌握, 还有这个或者, 或者也是在Conversation里面会经常看到的一个词, 学生现在可能不会真的那么就是在意这些词, 但是你作为老师可以提醒他们这个或者, 或者是很很关键的一个高频词, 然后第二个削铅笔, 好, 如果你想要削铅笔, 请你上课前削, 好, 如果你真的就是上课前忘了, 然后你也要举手问老师, 不要叭叭叭叭叭, 就走过去削铅笔, 好, 第三个, 如果去别的同学那里, 好, 请你上课前去, 下课后去, 或者举手问老师, 你不可以站起来就去同学那里, 如往天的情况, 比如会让学生演一下, 他站在那, 或者, 或者在前一个礼拜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就是站起来就去同学那里了, 或者站起来就已经扔垃圾了 然后你就赶紧要停 我们要现在回到我们的规则 他哪里做错了 所以前两周这个规矩一定要定好 才会给你以后的就是 你的以后上课来 以后你上几课来才会变得更加轻松 好我会教一些中文课的手势 比如啊比如这个 第一个就是那个 我们小时候 我上高中的时候用的手势那个 然后呢我就会讲 那时候我们就管这个厕所叫洗手间 就是就要去 我没有在这里面写 就是我在学生要去厕所 他有一个那个sign in sign out 那个form 但我在这里忘记提了 但是就是 就是学生去厕所 我真的觉得有一个手势是很好的 因为 因为你有时候很他们举手 你特别开心以为要问问题 结果就是要去厕所 如果有了这个 其实你就能有期待 如果他们经常会比划 你其实就可以让他们放下 你要说等一下 就很快 然后呢你就 然后讲完这个 然后他们再去 因为我的班会有那个sign in sign out form 所以他们去的不是很频繁 但如果真的开始是一件 如果真的成问题了 你就要再想一些解决方法 第二个就是用纸巾 一般这个是在秋冬 特别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 我的同学就这样这样 因为这个也是特别容易打扰课堂秩序的一个事情 然后你又不能说 你不要用纸巾 所以我一般让他们做这个 我就会让他们就去拿一下纸巾 然后第三个就是去喝水 这个就是 其实这个手势用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就告诉他们 这三点 这三点几乎都是那种 你学生一定要做 然后你不可能制止说你不要去做 所以我给他们些手势 然后让我知道他有这个要求 所以我会看情况 然后也许让他马上就去 或者怎么样 就这三种情事 然后所以呢 如果一个 然后我就也许会演出来啊 我就拿了一个垃圾走在旁边 老师我扔垃圾 然后你觉得这是对还是不对啊 然后是不对的 因为你让学生说 你可以上课前扔下课后扔 或者是那个举手问老师 第二个就是削铅笔 对还是不对 不对 因为我们下课以后削铅笔 然后这是学生会问啊 老师我跟我好朋友说话非常快 不可以 下课以后再去跟你的好朋友说话 这块也是学生一定会问你的 然后这些都是 你在前面制定了规则 他们就会在饭的时候会稍微想一下 然后这个 然后再来一下 这是什么呀 代表厕所 其实应该是洗手间 这个其实两个都应该学一下 第二个就是 这是擦鼻子 我想要擦鼻子 这个呢 就是快下课的时候 马上就要下课了 如果赵老师在上课请听课 请不要收拾书包 其实在等课堂规矩的时候 不是一定要说positive吗 不要说请不要做什么 可是这里块 可是这块我真的就是非常想指出 就是不要收拾书包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是你会打断这个课堂的节奏 其实那时候就就感觉就要下课了 大家就很慌了 然后很嘈杂 我觉得就是告诉他们 不要收拾书包 我会在下课之前说 请收拾书包 打扫教室 然后这个打扫 AP非常重要的词 也可以让他们掌握 然后你们就可以准备下课 所以看一下这个啊 应该是不对的 这个奖励和惩罚 就是我会跟非常快的 就是过一下 然后呢 就是如果你在中文班 你最好的奖励就是 Joy of Learning 就是成就感 你在学习一个非常难的语言 然后你说出来 你滔滔不绝的说中文 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奖励 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奖励更好的了 然后第二个我会告诉大家 我会有些小贴画啊 然后我们每个月会有一个中文之心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学校的奖励的一个卡片 然后如果如果你们大家都一直表现得非常好 我就会有一个派对或者看电影 比如说你觉得这一个月学生都表现不错 你可以说啊 那我们周五可以看个电影 然后这个给家长写邮件是写的这个positive email 就是会表扬学生 其实这个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我强烈推荐 好这个呢 就是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个中文之心每个月的 我去年的第一个月发了两个同学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然后这两个同学都在去年的AP考试得了五分 然后两个都不是华裔的学生 都是就是没有一点中文背景 然后家长都不会说中文的学生 所以我特别特别骄傲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奖状还可以继续发 然后这个惩罚我会说口头警告 然后会就是让他们留下来说话 然后我会通知家长 会通知副校长 其实这个嗯 其实用到的也不是特别多 我就会告诉他们有这一些惩罚 我会有我的班上有这些规矩 但是嗯就是如果真的有有这种情况出现 其实你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跟学生去聊一聊 比如说你去问学生你怎么了 你今天是不是很累呀 你今天是不是不高兴啊 我觉得就这三句话 几乎就学生一下子就软下来了 所以这个口头警告就 我觉得我放在这里就是更多的 让告诉学生这是一些 这在我的课堂上 如果你做出很出格的事 会有这些consequence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其实 也不叫口头警告吧 你跟他聊一聊 然后有时候学生就会不一样 嗯 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用手机 所以呢 手机我真的会警告 然后呢第二次我会放到我的柜子里 然后第三个我会给家长写邮件 告诉家长这些手机的问题 好我会问学生这个是什么呀 然后呢老师今天我们可以看电影吗 我会问他们 那就是如果你在问这个问题之前 你是不是要想一想 就是如果开学第一周 我们会有看电影的机会吗 如果开学一个月 然后你可以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值得看电影 这个值得两个字 也要在AP conversation中出现过 其实你每一次说话的时候 你都要注意用上AP conversation的话 有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些字卡 然后提醒你自己 其实就很好 然后如果你在上课玩手机 赵老师会做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呢 这个我在我的 那个公众号上分享过 就是 Chinese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Point 这个主要是在 因为我考完AP了以后 然后有一段时间 然后学生就开始用手机了 那时候确实也是 我也特别理解都考完了 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大家就天天都在玩手机 我又觉得我不能忍 所以我又去跟我的 那个同事取经 这个就是我们同事的 这个 Participation Point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我现在觉得 刚开始我不会一开始就用 因为首先我觉得 这个就是 我还没有想好 但是如果那个班是确实是 就是几率很成问题的话 我也许就从一开始会用上这个 就是每天给他们打分 但是我要看我的学生的情况 然后来根据他们的情况来确定 确定 最后我会说一下 我们每节课的流程 然后呢 我们会说 我们先做Bellwork 早练习 然后会讲一下目标 然后上课我们做测试 然后我们总结 然后有作业 这个就是我最最关键就是Bellwork 你进入教室 你要做好 然后呢 你要开始写练习纸 然后写完了 你要做好 就是这样 就是安静 安静 就是这两个字 然后我们会说一些目标 然后进到弯理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做什么 然后就是要 要开始准备好你的Bellwork 或纸 其实后面的Procedure呢 其实大家其实就跟着你的思路 就跟着你的课堂流程 慢慢就做了 只有第一件事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的Bellwork 我的Procedure 你进入到我的教室 你要做什么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其他的都 都可以在慢慢 第一个星期 然后慢慢的教他们 好 然后呢 你要说一个今天学到的规则 说一说 它的重要性写在纸上 然后最后就是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一节课讲不完 我会分为两节课 也许三节课 或者讲不 讲完了以后 因为你第一周 一定会有一些学生 又犯了一些错误 你可以把这个slides 再拿出来 我说好好好 停停停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中文班的规则是什么 所以这块呢 你可以让他们写个 Exit Tickets 也可以就不写了 说两个 你今天学到了 你觉得哪个最有意思 然后说一个你的问题什么的 然后后面这个作业就是 就是你可以跟你的家人用中英文 介绍一下你的课堂规矩啊 你的课的中文老师等等 其实这个就是我会 我后面会有很多作业 就是比如说到 AP Cultural Presentation的时候 我会让他们用英文来介绍中文的一些 就是用中文来说文化演讲 不是用英文来说文化演讲 比如说你介绍一下春节 你介绍一下舞龙 你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学过的任何一个内容 然后如果你把英文可以表述出来 说明你知道这个product 然后就是也说明你这个知识点你掌握了 所以我在刚开始就会跟大家说一个 所以我会告诉我们 我会email写给家长 我们会有一个就是 学生要跟家人用英文来说一说 在中文课做些什么 然后中文老师等等 其实这个就是为以后作业做一个铺垫 但是也不强求 好了这个就是我中文AP班第一天 和第一二三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一个 就是具体的上课的计划 还没有提到AP 我们会在就讲完规矩后再提到AP 主要就是当你只有学生知道了 expectation以后 他们才会更好的配合你 所以希望对待 希望对各位老师有帮助 好大家开学快乐 感谢观看